大家好,我是大雄,欢迎收看今天的俄乌资讯 先来看一下战场方面 正面战场,俄罗斯呈全面进攻姿态 武汉战线正在收缩,以防御为主 昨天战场最大的一个变化是 在巴布特,俄罗斯进攻逼近了恰索夫亚尔城 该城被称为东巴斯地区最为艰险的堡垒 这都位于242米高地之上的城市 仿佛一道单一逾越的屏障 阻挡着俄军向乌军核心阵地 斯拉维扬斯克、克拉玛托尔斯克双子城的进军 自去年5月,巴布特战役落幕以来 俄军便开始了对恰索夫亚尔的围攻 历经11月的浴血奋战 他们如今仅剩下600米的距离 而乌军也是严阵以待 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乌军的精锐部队第93基布驴 第92基布驴 第24基布驴和第5独立突击驴 都已部署在了恰索夫亚尔及其周边地区 他们沿着以待 准备抵御俄军的猛烈进攻 一场更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 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消息 俄总理称俄将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当地时间4月3日 俄总理米书斯金在俄罗斯国家动马 发表了政府工作报告 米书斯金表示 2023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为3.6% 投资增幅9.8% 失业率保持在3%左右 米书斯金表示 根据购买力评价计算 俄罗斯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别人是越打仗越穷 俄罗斯越打仗越富 竟然打成了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厉害呀 特朗普彻底被俄罗斯吓住了 当地时间4月2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密歇根州大极流程 发表了竞选演讲时称 拜登这个疯子 或将美国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真服了特朗普了 这样的一个人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被吓破胆的人物 他跟德国总理舒尔茨一样 也是个怂货 我以前觉得马克龙不行 现在看马克龙真的是硬起来了 而且表现得非常的强硬 媒体报道了德国总理 舒尔茨跟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会上产生的一些分歧的细节 马克龙于二月底 在巴黎举行的一次闭门会议上 首次表达了他对西方伙伴 在乌克兰驻军的可能性的想法 会上他召集了大约20个盟友 讨论对乌克兰的支持 据熟悉会议讨论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 领导人讲话的语气都提高了 最情绪化的反应来自舒尔茨 他对这一提也感到惊讶 指责马克龙试图将所有人 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并要求停止对话 因为这事根本不可能达成共识 马克龙则表示 我们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 并强调他希望找到并领导一个 不包括德国在内的大胆国家集团 对于上面人物的表现 我谈点自己的看法 现在看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 都被俄罗斯吓破胆了 生怕俄罗斯一生气 就朝他们扔核武器 现在整个世界还是有着强烈的恐恶症 只有乌克兰无所畏惧 俄罗斯核威慑乌克兰不怕 俄罗斯核讹乌克兰也不怕 其实这个世界上 只有敢死才不会死 你如果光想着活 可能连活都活不下去 你有面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气 才不会真的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否则的话 你越是害怕 就越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特朗普 舒尔茨被俄罗斯的一句话 就吓成了这个样子 这简直就是活脱脱的恐恶症 因为他们的恐恶会让俄罗斯更加的有恃无恐 知道为啥提灯定损的那个主那么嚣张吗 毛病都是灌出来的 要想不让这样的人嚣张 刚开始就得把其嚣张的气焰给打掉 我想起了网上把一些国家给定性 俄国就把它定性为一个流氓 一个村里面的流氓 幸亏有乌克兰 泽连斯基这样的一个总统 敢于跟俄罗斯斗 否则的话 乌克兰可能早就成了俄罗斯的盘中餐 我们试想 乌克兰人好好地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 突然就被炮弹轰炸 突然就被导弹轰击 找谁去说理 很多人失去了一些最基本的判断力 说乌克兰威胁了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才打击乌克兰 却没有想到俄罗斯世界军事实力第二 乌克兰军事实力22 乌克兰怎么可能威胁俄罗斯 而且看看国土面积 乌克兰那么一点点 俄罗斯那么大的面积 就好像一个小矮个儿 威胁一个大个子一样 怎么可能 说到底是俄罗斯缠乌克兰的身子了 想把乌克兰给吞并 想战维吉有仅此而已 说乌克兰威胁俄罗斯 只是找一个理由罢了 昨天 柏林俄裔几千辆汽车游行 继续支持俄罗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德国俄裔搞了几次大规模的游行 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 反对美国北约支援乌克兰 德国政府竟然无动于衷 怪不得舒尔茨不愿意出兵 怪不得舒尔茨当了缩头乌龟 现在整个世界对乌克兰态度 可以分为三种 毫不关心 有点关心 非常关心 毫不关心的是特朗普 众议长约翰逊之流 他们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 势不关己 高高挂急 有点关心的是欧洲一些国家 以及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 包括德国 非常关心的是马克龙 芬兰这样的国家 这里面既有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 也有对俄罗斯本质的认识 以及历史恩怨 现在乌克兰是彻底认清了俄罗斯 即使再困难 乌克兰泽林斯基也没有放弃抗争 简中网一些俄粉说 泽林斯基松口了 要跟俄罗斯谈判了 怎么可能呢 泽林斯基已经深刻认识到 俄的贪婪 更清醒的意识到 谈判是不可能有出路的 车臣就是前车之鉴的 车臣战争打了两次了 第一次双方已经签了谈判协议 车臣要求俄罗斯 不要再发动战争了 俄罗斯也同意了 但俄罗斯休整之后 马上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 车臣那帮人为自己的轻信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一次 泽林斯基是不可能跟俄罗斯谈判的 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 当在选举时说出 宁愿乌汉人民也不贵某人时 就意味着没有退路 泽林斯基必定会跟俄罗斯斗到底 俄乌之间必定有一个趴下才能结束战争 昨天还有一个消息 之前那个说要在9号提交援武法案的约翰逊突然变卦了 说不会提交援武法案 泽林斯基一气之下 无人机连续袭击了俄罗斯三个空军基地 目前袭击结果出来了 俄罗斯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有6架俄罗斯战机被摧毁 另有8架战机严重受损 恩格斯基厂有2-3架突击5MS战略轰炸机严重受损 造成7人死亡 无人机几乎完全摧毁叶伊斯克军用机场的两架苏2-5飞机 此次袭击让俄损失惨重 显然乌克兰的打击绝对不会止步于此 乌克兰会好好的让俄罗斯享受一下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成果 据《报》报道 10家乌克兰制造商今年将交付新款无人机 其中新开发的远程无人机 亿300企业受到高度关注 该型无人机可携带300公斤的弹桃 航程高达3100公里 可打击俄罗斯99个最大空军基地中的77个 以及俄罗斯大多数的军工厂和猎油厂 够俄罗斯喝一壶的了 俄罗斯人民的幸福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最近大雄的视频流量很低 收益也很低 希望宽余的朋友能经常的鼓励我 给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的力量 许多大陆朋友反映 看不到打赏的按钮 大家可以扫频道主页的微信赞赏码进行打赏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还有待改进的地方 可以留言告诉我 往后改进 大雄也知道这两年的光景不是太好 也不想大家为了看视频破费 尤其是长期支持我的朋友 但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我喘不过气 只能伸手向大家讨要了 如果您不宽宜就不要打赏了 点赞转发大雄的视频就足够了 好了 闲话不多说了 我们下期见 完蛋了 只能继续 直接在插 seizures 谢谢大家